我们是哪一个国籍 但是我们永远不会忘了我们的根 我们的根 我们是中国人 所以我接下来唱一下 我是中国人 不管是在哪里 我是中国人 不管是在哪里 谁在哪里 大家好 自从刘德华在台北高唱中国人以后 台都民进党直接崩溃 玻璃心碎满地 当然也有很多台湾人认为 刘德华是中国香港居民 在台湾唱中国人完全合理 政治不要绑架娱乐 这话貌似挺刘德华 但话里似乎透露着 依然坚持 台湾人不是中国人的认知 在绿营集很多台湾人眼里 刘德华的这首中国人就是统战歌曲 那我们今天就请出台湾音乐教父刘家昌 吉他的我是中国人吧 相较刘德华的中国人 这首我是中国人就真的完全就是统战歌曲了 而他是由台湾人刘家昌作词作曲 最早1982年由台湾知名歌手奉飞飞演唱 并作为台湾中式的抗战谍战剧 梅花特工队主题曲 刘家昌创作的这首 我是中国人以及中华民国宋汉梅花 在当年都是台湾 完全政治正确的爱国歌曲 在台湾男女老少间传送 而时至今日 台湾人对于自己是不是中国人 都要如此遮掩 甚至否定 真的超级荒诞 刘家昌当年之所以能够创作出 如此感人的歌曲 并非政治 而是他内心流淌的中华血脉 带来的爱国情怀 韩自豪 我是韩国华侨 韩国是很排外的 所以在韩国它叫我们 叫中国人是中国奴 中国奴奴 中国奴隶的奴 所以我一直对国家有一个向往 非常向往 因为你们没有做过花侨 不晓得 那回到台湾来 我就是认定了中华民国 因为大陆不能去那个时候 就认定中华民国是我的国家 所以后来写梅花 写中华民国送这些歌 你们再仔细看一下 我的歌词里面 梅华是唯唯的大中华 我的中华民国宋 也是青海的草原 喜马拉雅山 我自己是中国总 我是中国人 我一直没有忘记过 我觉得我很站得住脚 我的祖先是中国人 我从哪里来的 我从来没有忘记过 那炎黄子孙太长了 炎黄子孙太长了 他有一个简单的名称 我们为什么对这个名称 这么计较呢 民进党自成立以来 一直以追求台独为目标 自然像刘家昌 刘德华这样 在台湾高唱中国人 就成了他们的眼中钉 肉中刺 不仅刘德华这次被民进党攻击 其实十几年前刘家昌 在民进党掌控多年的高雄 也是不被允许唱 我是中国人的 当我的音乐会 到高雄 台独大本营演出的那一次 主办单位 市政府 强力要求 不能唱 我是中国人这首歌 我想 我写这首歌的时候 民进党还没成立 这我的原则 我的曲目是不能动的 但我唱完了 我是中国人 也是一样的有掌声 在我的世界 巡回音乐会 不管是到美国 新加坡 马来西亚 这首歌都是必唱的曲子 音乐 又凝聚民主情感的能力 让人们心联心 相聚在一起 以自己国家为荣 在台湾刘家昌 一直被认为是蓝营的铁杆支持者 但是 其实他被国民党 也没什么好感 那国民党 我再给你介绍一下 是国民党的电影公 中影公司是国民党的 我没有参加国民党 他一直栽赃我是国民党的 是澳子栽赃我 我没有参加过政党 我也没有这个兴趣 我也没有这个资格 所以我就是 做我的艺术就好 我吃过很多苦头 他坐牢的那12年 那国民党的那个 警备总部调查局 弄了我多少次 我不知道他犯了什么罪 就进去了 那个年代 你想总统讲功年代 那还得了 我一个乔生被警备总部 弄过多少次 这些人可能还没死 我在电视讲的时候 这些孙子应该还听到 哇 那个时候不得了 我拍电影 一句对白就把我抓去了 就要问话 老天爷 那个恐怖的 我们是在那种环境长大的 我并没有恨哪一个党 我一直在说 我们现实是中华民国的话 我们就面对中华民国 就是实在的 我们要独立生活 我们台湾要独立生活 我们跟共产党讲 我们就是要独立生活 你打不打我 不打我 我签个字结束 我就是要独立生活 要长治久安 我们这样生活得很好 我不想嘛 祖先留的地你大一点 所以你住了两百坪 我住了三十坪 但是我们是同一个爷爷 不能因为你平出大 爷爷是你的 我爷爷不要了 那么再说你兄弟长大了 独立生活 各自独立生活 天经地义的 也不必改姓嘛 就这么简单 我们为什么在那个文字上打转呢 我是中国的中华民国 你是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是中国台湾 你是中国大陆 就这么简单嘛 大家去面对它 把它协议好了 那个民进党不就挖茧了嘛 刘家昌 其实没有任何政党背景 只是因为对于国家民族的热爱 对于艺术的执着 某些台湾人说 政治不要绑架娱乐 但政治总是很容易与艺术 产生千丝万缕的纠缠 政治是分很多层面的 的确 你可以有自由或保守的 个人认知立场 你可以对台湾未来 是否统一于共产党领导 做出个人选择 但是 同样是政治范畴的个人血脉 以及是非黑白 那就不是个人可以自由选择的 只要你是黑头发 黄皮肤 讲中国话 吃中华美食 过中国节日 那你就是中国人 拥有五千年文化沉淀的 中国人 这种基于血脉而来的情感 是无法简单抹去的 依据两岸宪法 及联合国规定 两岸就是同属于一个中国 作为中国人 你可以爱共产党 爱国民党 爱民进党 但你不能数点忘组 颠倒是非黑白 就是我要大家诚实啊 因为你们都不诚实 你们政科长搞来搞去 会把我们下一代的教育教偏了 我不管身在哪里 我是中国人 无论死在何处 我从事从 挂花 数名景理 开通会员服务了 只要您加入会员 即可体验数名景理 独家推出的 景理搬购服务 为您的生活 节省一大笔开支 增添更多便捷 与欢乐 详情请进入本频道页面 制定影片了解 快来吧